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集中起来由中央来成立一个监督单位 让社会的慈善团体来跟政府一起结合 把这些食物送给这些弱势的族群 或是特殊际遇的家庭 还是这些未满18岁的孩子 因为他的长辈有隔代教养 而没有办法给他三餐温饱的这些孩子 或是低收入部 还是偏运地区的这些孩子跟家庭 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食物有效的运用 也是成立爱心食物银行最终的目的 谢谢